夜空不停冒出点点火光甚至伴随巨大声响 德黑兰的天空注定热闹非凡 伊朗首都德黑兰26号惊传多起爆炸 但不用等伊朗当局查出凶手 就有人急着举手承认 光是用说的还不够 以军师出多张照片表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国防部长格朗特和国防军参谋长哈勒韦 在特拉维夫指示对伊朗展开军事报复行动 伊朗为了给好兄弟哈马斯和真主党出一口气 早在10月1号突然对以色列发射约200枚飞弹 虽然伊朗的攻击很多都被以色列拦截下来 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但以色列的复仇计划可没有就此罢休 根据报道美国官方证实 美方已经知道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但并不打算参与计划 另外以军这波攻击 也不会瞄准伊朗的核设施或石油设施 虽然伊朗当局还没有针对以军这次的复仇计划 给出正面回应 但已经迅速宣布封锁领空 禁止民航继续飞行以确保控越安全 以色列大动作祭出反击行动 伊朗势必也会以暴制暴 两国之间的复仇计划 恐怕是一场又一场未完待续 新新闻王家政 王主寅报道